在繁忙的巴黎車站 最近突然出現兩名騎著馬的表演者 人馬一體的精湛表演 讓在場的旅客驚呼連連 烏陀邦的故事情節 在文化氣息濃厚的華族巴黎 為表演增添了 些許神秘又浪漫的色彩 熄來攘往的火車月台上 一位身穿黑衣的神秘女子 站在馬背上 背著行李箱 醒目地走在人群當中 另一位男子升騎黑馬 漫步在局促的後車室裡 還不時優雅地在酒吧前搓一杯 這兩位現身在現代火車站的 半人馬 立刻引來周遭旅客的側目 群眾紛紛聚集圍觀 甚至拿起手機拍下這驚奇的一刻 這是由巴黎的半人馬志願 所演出的行動藝術 講述兩頭半人馬的故事 分別由演員卡米爾和馬洛洛扮演 他們騎著馬在巴黎東站附近閒逛 互相尋找對方 這次的演出 想要喚起民眾在火車站裡 常有的豐富情感 包括重逢的快樂和分離的痛苦 同時也鼓勵人們相信童年的夢想 以及追求與自然共生 這項特殊的表演是巴黎市政府舉辦的夏日文化系列活動之一 這系列活動還包括知名的巴黎鐵塔國際煙火